Hello大家好我是妖猪在新西兰 今天呢我就要跟大家接着说一下 我昨天跟大家说就是说在新西兰呢 大家都要处处小心 就是昨天我说到我过马路啊 有一些人他们也不是按规矩开车 然后包括在超市啊 有时候距离的特别近 最重要呢昨天不是提到说 在新西兰有一个 就是有个坏蛋 然后他伤害了六七个人 然后现在有三个人还是在那个 重伤当中 然后就让大家特别的小心 然后今天我有朋友给我留言说 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事之后 就说一定要小心 那这个就是说 昨天呢在超市 这个伤人的这个事 然后这个人也是挺奇怪的 就是因为本身 他已经是被警察是监控着的了 怎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他就倒了倒 这个人怎么回事 其实这个人已经是榜上 就是榜上有名黑名单了 然后他呢其实这个人啊 他是在这个2012 2011年的时候 2011年的时候来的 然后来了之后呢 他其实是学生之间落的地 然后落了地之后 他第二年就申请了一个难民 但是其实他在申请难民的时候 做了假了 做了假什么 又有什么精神病吧 然后又有什么抑郁症吧等等 但是当时做假没有被发现啊 所以呢 他在一直在新西兰待着 但是他也不知道 是不是精神有问题 还是就主要可能还是因为 他的这个信仰的问题吧 然后呢 后来他就在2016年的时候 要去就是在网上发布了一些 就反正就是类似的这种不好的话吧 然后就就要搞事情的这种话 要参与这种搞事情的话 然后呢 就发布了一些 后来呢 就被那个新西兰的人啊 政府啊 就看见了 就是说发现了这个人 有点不对劲 然后呢 就开始一直对他有一些些的监控 就觉得这人 不太不太正常 后来呢 他刚刚不是说2015年吗 后来就要2017年 2017年的时候呢 他就是想去那个叙利亚 也是参加这种 搞事情的这种事 反正就 就脑子催着有点不太正常 然后 那个 说想去搞事情 买了一张单程的机票 要去搞事情 天哪 然后 新西兰不让他走 就你 你作为新西兰的这个 就不知道是居民还是公民他 然后就 你这个 别去搞事情 就大概这个意思 反正就是 买了张单程 不让他走 后来呢 这个人特别生气 他就想参加 他这搞事情 然后呢 他就说 如果你不让我去单程搞事情 我 你不让我去叙利亚搞事情 我就 我就在新西兰搞事情 然后 就反正 反正新西兰还是没有让他走 总之就没让他出门 后来呢 就没让他出境 后来呢 就到了那个2018年的时候 18年的时候就发现 就因为这个人本身 现在已经 就是榜上有名了嘛 那18年的时候 就开始发 就开始倒他这签证 就发现 诶 他这个签证不是做了假了吗 就说 那以各种理由 就给他 就是正为理由 理论来说是正为理由 给他驱逐出境 诶 但是呢 其实在新西兰呢 这一块是有缺陷的 你想 就是如果你一旦给他批了 这种居民啊 或者说这个 就是签证啊 然后还有那个 拿了护照啊 这种 你想再给他 重新驱逐出境 其实是很难的 实际上你当时没查出来的 就是类似于这种 所以呢 他就一直在跟那个 就是移民局也好 政府也好打官司 但这官司一直打 因为政府也没有赢 他也没有赢 大概这个意思 这个官司一直拖着的 就是说一直没有办法 给他驱逐出境 后来呢 到了就是前些日子 前些日子 不知道是这官司赢了 还是怎么着 总之 就Water就要给他 驱逐出境了 就已经发现 这个人的危险了 而且这个人 已经发出了这种 就是威胁 就说如果你不让我 去搞事情 我就怎么着 怎么着 可是你 他当时买了一张 单程机票 要去搞事情 为什么让他走呢 现在又想驱逐出境他 我这特别不难 特难理解 可能是新西兰程序 法律 还有他 对 他办事的方法 就反而有点奇怪 然后他觉得是 应该对这个人也公平 也可能 然后呢 后来呢 他就 就说要给他 驱逐出境 他呢 就觉得 对他的对待 特别的不公平 然后他又非常非常生气 那这个时候 其实他肯定已经有了 一些 想在新西兰境内 搞事情 或者说这种 非常不好的情绪了 说白了 可能就是说 在他的那个 小心脏上 激怒了他 这个时候 新西兰已经派了 30多个警察 好像跟了他 多少天了 已经 50多天 好像是50多天 就反正就是 派了很大的警力 去跟着他 因为 新西兰是这样 就是说 如果我说 驱逐出境 把你驱逐出境 但不是说 你明天就送上飞机 就会给你一些时间 跟朋友们告别 然后呢 就是辞职 或者说处理你的一些问题 然后准备 好机票 等等等等 他会给一些时间 所以在这个时间之内呢 警察呢 是在 看着他的 但是昨天呢 是昨天 就是说 当天呢 去超市的时候 就出现了这个 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就是 说是管制 所以他进超市的时候 所谓的那 三十六个警察 我不知道 他们就是轮班 还是三十六个都在 反正要是三十六个都在 有这么一 三十六个人跟着我 确实也是 挺别扭的 然后呢 他们这些警察 其实是没有进超市的 那么这个事情 发生了时候 我估计 是不是看见 很多人往外 嗷嗷叫 往外跑的时候 这警察才发现 妈呀 完了 赶紧往里跑 所以那天是说 三十秒内 他伤了这么多人 当时我也觉得 三十秒内 伤了这么多人 得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就是操守啊 其实是说 两分多钟 两分多钟 说 其实真实现场 是有在这个 两分多钟之内 伤了六到七个人 应该是七个人 现在有三个人 是比较危机的 四个人呢 就还好 就是受伤 然后其中 其实在这个超市里面 发生的事情 值得一提的是两个 一个呢 就是说 有一个老头 就特别的 特别的好 他呢 就是说 他跟他 他们家老太太 分开广的 结果这个歹徒呢 应该是 看着他那老太太 要去伤给老太太 老头就喊那老太 让老太太 赶紧躲开 老太太就一跑 然后这个歹徒 看到这个老头 回来就开始 又追这老头 然后这个老头呢 他特别厉害 他呢 就是通过这个 他跑到一边之后 这歹徒追他 然后他拿那个 冰柜的门 挡了一下 然后开了之后 但是这歹徒 也特别的很 他拿他那个刀 直接 他不是从超市里面 拿的刀吗 拿那个刀 也挺厉害的 就什么牌的 这刀 怎么那么厉害 直接穿破了这个 冰柜的门 然后扎到老头的胸口上 不应该还好 因为这个 因为他毕竟有一个冰柜 挡一下 他就没有那么深 否则的话 我觉得就真的很危险了 所以呢 还是挺 挺可怕的 然后还有一个人呢 挺厉害 他呢 是本身会急救 他看到了这个 情况出现之后 第一时间呢 他首先 参加了这个急救 就是说去帮助这些人 在现场第一时间抢救 然后他是一个拿到 应该是持牌的 反正毕业的 就叫什么毕业 就是专业的 他有学过这个专业的急救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他特别猛 他开始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然后他跑到歹徒的前面 跟他说 你把刀给我放下 然后警察说 往后退 然后他一听 警察让我往后退 我就往后退 他刚一往后退 好几枪 这抬头就被击毙了 然后这个人特别猛 在击毙之前 他上前跟人家说 你把刀给我放下 所以就这个人 他很厉害 不但去阻止抬毒 而且他还做了 第一时间的急救 这个人应该是 在这个事件里面的英雄 所以现在新西兰呢 可能是要 就是因为很多朋友 都关心说 哎呦这个安全 然后都问我 就是不在境内的朋友 都会给我留言 就问哎呦 听说新西兰怎么着怎么着 然后就问安全 所以我觉得确实是 如果要是这样下去的话 虽然这样的人 可能在新西兰不多 但仍然是有一些危险系数的 然后现在可能会说 会有一些法律的改变 就比如说 如果是这种 嗯 不太正常的人 就他们这种比较极端的 可能就会说 直接驱逐出境 就不用考虑 他们的感受 因为新西兰确实是一个 比较nice的国家 比较好的国家 他会考虑所有人的 所有人的那个 就是感受 包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新西兰的监狱里面 到底有多好 就是他这方面确实是 你说他好吗 还是怎么样 嗯 也不太好评价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之前 之前新西兰的法律 就是说 如果你去策划一些 要搞事情的这种事啊 呃 如果你没没干 你只是策划 那我们就不会抓你 也许你只是策划呢 也许你只是呃 暂时的思想上走错了呢 我们还要把你拉回来 但现在不了 但凡可就不是现在不了 可能要改了 就是但凡你去策划 你去策划这个事情 那就会给你按照 你已经开始搞事情 来对待了 哎呦 我希望这两个改了 这样的话 大家就会安全一些 好吧 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啦 拜拜